蚊香 我們是用咖啡渣做的 好玩 來自村上國小的小朋友說 很喜歡這次的體驗活動 咖啡渣蚊鴨成自己喜歡的形狀 非常的好玩 做的咖啡渣蚊香 其實兼具了環保跟永續的概念 那其實我們最主要 在做蚊香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有加入南木粉 然後還有艾草粉 就是可以趨蚊的效果 那透過揉捏的方式 然後達到一個環保的概念 因為其實咖啡渣 每天以基本上來講 產出了非常多 那我們用一個環保的概念 然後也做成DIY 也讓小朋友都可以體驗到 村上國小參訪 帶大學參觀SDGS校園實踐場域 體驗咖啡渣蚊香DIY等活動 透過實作的學習 了解並養成永續的思維 今天的課程非常的有趣 是這個 利用SDGs課程 然後利用咖啡渣來做蚊香 那學生 我們學校的這個 暑期輔導的學生 然後帶他們來到大葉大學 參與這樣的課程 那老師們非常的用心 那學生們也玩得很開心 最重要的這個是 符合一個環保的一個教育課程 學校透過以大彰化地區 國教端永續策略聯盟 推動永續理念向下來扎根 幫助學子接軌SDGS世界趨勢 咖啡渣蚊香 好不好玩 彰化人彰化是新聞記者林明佑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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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